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所做的详细说明 根据最新发布的内容 早在去年11月 政治局就已决定成立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 由习近平担任组长 并在七个多月内进行了多次深入调研和反复修改 这一文件重点部署了经济体制改革 科技创新 民主法治 文化体制 生态文明等多各方面 并强调了党对改革的领导作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深入探索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详细讨论一篇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 决定成立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重要报道 这篇报道发布时间为两小时前 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揭示了这一决定的起草背景 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在这篇报道中 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决定搞的起草过程 并强调了政治局去年11月 决定成立中共20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决定 起草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担任副组长 负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 开展文件起草工作 起草组于2023年12月8日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 起草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意见 开展专题论证 并反复讨论和修改 习近平在说明中提到 决定搞起草过程中 工作组重点把握了 几项关键原则 总结合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 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和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 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 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从人民的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 谋划和推进改革 强化系统集成 加强对各项改革的 整体谋划和系统布局 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 协同高效 决定搞的框架结构 由三大板块和十五个部分组成 涵盖了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国家安全 国防和军队等方面的改革部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决定搞锚定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重点部署 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彰显了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坚强决心 和强烈使命担当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一决定 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首先 它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改革开放的持续重视与坚定信心 实践证明 改革开放是中国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动力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希望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 为中国是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次 这一决定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 不断健全和完善 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将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三 这一决定注重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式和风险挑战 面对全球百年 为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 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交织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行稳支援 从具体内容来看 决定搞对未来的改革进行了详尽的规划 首先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决定搞强调要完善有利于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尤其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通过加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和竞争力 以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决定搞希望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在支持全面创新方面 决定搞统筹 推进教育 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化改革 强调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这将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持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决定搞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此外 决定搞还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提出构建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 这些措施将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最后决定搞强调要加强党 对改革的领导 提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激励干部干事创业 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Kick on the screen Turn on the screen Watch the screen Empty smiles Their works misleading Power games And talking rooms Spend their lives To see the long throug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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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